你我話當年 Migo 無論做粵劇 講天空小說 甚至拍電影 揚揚皆精 有口皆悲 其實因為他小時候跟過名師 學到深厚的中國文學基礎 一生受用 Migo 小時候已經暫露頭角 我那時十一歲 我媽就和我去肖慶 有一對頭無對眉 名士寫的 寶塔層層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媽就特意叫我演藝 讀小學在學著諸算 她說 阿景仔 你看對不對得通 我寶塔層層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時很容易 那時很沙塵 不知自己沙塵 算盤子子 萬千百十兩千分 那個方丈的和尚 嘩 口都大了 尼都伸出來 這麼多年來沒有人對得通 現在這個小孩對得通 我十一歲的時候 我不是自己稱讚自己 我今年九十二歲 如果要我說 我知道的東西 我懂的東西 我相信 就這樣說 十日十夜都說不完 我的記性 由知識人性以來的每一件事 你問我 我不用想 馬上說得出來 這些就是天生的有記性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人 好像 說完了那件事都不記得 那樣 我就不是的 你問我回頭 我也是這樣說 蕭玉伯裡面 有幾十個人名字 我完全記得 MIGO這幾天 分享了很多有趣的往事 這些全部都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我們應該衷心慶幸和感激 MIGO為電台發展付出很多 希望MIGO身體健康 日後和我們繼續話當年 MIGO身體健康